我撒了一个谎,告诉了所有人,我不想你了,想忘记你了,他们都信了,你也信了,就连我自己差点都信了。 而后来,我的故事里不止没有你,而且我连自己都找不到了,三想起你的一点一滴,心,又开始痛到无法呼吸,累,更止不住的往下流。 四别把自己想得太伟大,要知道,在别人的世界里,不管你做得多好,你都只是个配权而已。 五我想人生中最难过的事情,不是一直遇不见,而是遇见了,得到了,又被拿走。 六,我曾给过你闭上眼睛无起耳朵的信任,就算全世界都说你有错,只要你否认,我就相信,但是,你却负了它。 七记忆想是倒在掌心的水,不论你看看还是紧握,终究还是会从指缝中一滴滴滴流淌干净。 发伤口就像我一样,是个倔强的孩子,不肯愈合,因为内心是温暖潮湿的地方,适合任何东西生长。 就假如有一天我们不在一起了,也要像在一起一样,使我开始忘记你的存在,如同搬来的色彩瞬间变得苍白。 十一我终于相信最疼的距离,是你不在身边却在心里。 十二最痛苦的一种在剑,是从未说出口,但心里却清楚,一切都已结束,十三离开我就别安慰我,要知道每一次风补,也会遭遇穿刺的痛。 十四不冷不热,在自然界是让人最舒服的温度,但是在感情界,却是最让人想死的温度。 十五世界再大,终究不能遇到第二个你。 十六我做过最勇敢的两件事,大概一件是喜欢你一件事决定忘记你。 十七你放不下的人,或许早已找到了代替你的人。 十八为什么我们总要到过了很久,总要的退无可退,才知道我们曾经亲手舍弃的东西,在后来的日子里再也遇不到了,心物至青春。 十九每当想起,那段从陌生到熟悉再到陌生的过往,除了酸,就剩下苦。 二十年旧的人总是最容易受伤,喜欢拿余生来等一句别来无恙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